這裡風很大 好大橋喔 它就是一個吊橋 下一站,我們決定去一個會經過的觀景台 Ottira BioDuck Lookup 這個瞭望台所處的地勢較高 因此能夠從高處眺望 底下這條建在山谷之間的73號公路 看上去真的蠻壯觀的 這裡風很大 然後基本上這裡是看這個 旁邊這個橋 然後它是遠距兩座山 然後我們就過來看這裡 上面看還蠻壯觀的 然後這裡是 我們要走去下一個地點的路啦 畢竟開 所以我們也上來一下 我們現在要去下一個地點 叫Hokitika 我們進入了這個排位 剛才我們拍的 就是一個在那個峽谷中間的一個公路來的 我們來到Hokitika小鎮 Hokitika 就在海邊的一個小鎮 最後一站是Hokitika 從小鎮開車大約30分鐘 即可到達 我們來到這裡的時候 剛好下毛毛雨 所以還好我們有帶傘 現在我們on the way進去 從路口必須走大約15到20分鐘的步道 中途可以在觀景台停留 欣賞整條河流的風景 哇 裡面還有魚的 小鎮魚的 季陣 哇 美耶 可是今天天氣不好 哇 美耶 觀景台後再走多 6到7分鐘 便可到達河流中間的吊橋 差不多了 很怕橋 到嚕 我們現在在吊橋上 我們現在在吊橋上 看下去下面的湖 看下去下面的湖 好美喔 好美一下 好美 好美 真的很美 真的很美 Woo 好美喔 好美耶 哇 不錯 好美 看得到嗎 你的相機 好美 看得到嗎 這是一個吊橋 小鎮山之鎖都要去 有綁著你的手嗎 到底綁得很漂亮 有啊 可以嗎 嗯 走啊 我們走過去要走回來 還是走到一半那裡 拍個照 這裏的河流 據說是 Tiffany Blue的 但由於今天下雨 加上陰天 所以呈現出來的顏色 是偏向灰色系的 走完了所有的景點後 我們便去今晚的 DOC政府機構營地 基本上就是比較接近大自然的營地 價格也比較便宜 我們現在到了這個Camsack這裏 可是這裏很多 我其實還蠻多的那個Sandfly 就是那些蚊子這樣子 所以呃 我們也是被咬了幾粒 所以我們今晚就住在這裏咯 剛好現在我們來到這裏是8點半 然後有點遲了啦 所以我們要去準備晚餐 然後就晚上就睡一晚咯 OK 今晚的營地 我們就在湖邊的Hans Bay Campsite 住下了 這裏既接近大自然 設備也算是蠻齊全的 有水源提供 廁所等等 好啦這一集就先到這裏 下一集我們本來要去欣賞幾個漂亮的服務 結果下了一場大雨 導致很多地方都淹水了 甚至我們的車也出現了一些問題 如果你喜歡這一集 記得點贊和訂閱我們的頻道哦 謝謝大家 我們下一集見